张养后呢,在这个山坡洋同关怀骨说,这个新百姓苦,亡百姓苦,在我看来呢,是新百姓苦,亡百姓更苦,现在的乌克兰呢,简直就是一个炼狱了,乌克兰人呢,全国四千万人,没有幸福的吧,当然了,个别的上层人呢,在此之外, 现在乌克兰呢,至少呢,有一千多万难民呢,投入俄罗斯,或者是西欧了,俄罗斯那边呢,至少已经有五百多万的进入俄罗斯,而欧洲那边呢,有一千多万的进入了欧洲,而这个数量呢,正在增加之中,现在呢,乌克兰国内呢,俄罗斯控制区,还有乌克兰控制区呢,都加少,也就是两千多万人口, 这人口就差不多这些了,没有多的,只有少的,当然了,也有外国雇佣中呢,进入这乌克兰,但是这个数量呢,是非常非常少,而且呢,这个乌东四周,现在的打来打去呢,俄罗斯现在开始兼必轻矣了, 不仅在赫尔松,扎波罗热,洞涅斯克,卢干斯克呢,都在进行,这个疏散撤离,把这些老百姓呢,往罗斯托夫,乃至于乌拉尔山那边移,大量的移民, 那么到时候,哪怕是俄罗斯打败了,这个四个周呢,给乌克兰的,也是空空如也,没有人的死地,现在呢,乌克兰人,真是太少太少了, 未来,这地方呢,靠什么填充呢,乌克兰,其他地方呢,人口也在,迅速的减少,就拿基辅为例吧,这个基辅已经大面积,那,被轰炸了, 而生活在这里头的人呢,惶惶不可终日,有点能力的,都逃走了,没有能力的,要被人呀,抓了撞钉当了兵,要么呢,在这里头呢,辛苦的过活, 日子呢,非常非常的艰难,乌克兰人可怜嘛,未来俄罗斯人也好不到哪里去,现在呢,俄罗斯杜马的副主席,已经提议征召女兵了, 未来会不会征召呢,我看呢,可能性非常非常的高,虽然呢,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,有种种的承诺,但是呢,他的这承诺呢,一直是在变,一直是在变, 开战的时候呢,他说,历史上,这个乌克兰,就不是一个国家,他是被列宁深造出来的国家,什么意思呢, 既然是深造出来的国家,就应该被抹除,重新的回归于俄罗斯,但是呢,就在半个月前呢, 这个普京又说,俄罗斯无意呢,消灭乌克兰,又承认人家乌克兰的存在了,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, 因为刚开战的时候,他想消灭掉乌克兰,把乌克兰整个通下去,但是呢,现在呢,连四个州都保不住,他自然没有能力了, 所以呢,政治家的口,骗人的嘴,那个千万不能相信的,现在呢,乌克兰水深火热,俄罗斯人也好不到哪里去, 看看俄罗斯那个年轻人,纷纷的逃出国家的那个迹象吧,格鲁吉亚,亚美尼亚,还有蒙古国, 还有哈萨克等等呢,周边的国家,能逃的都逃了,仅仅一个哈萨克斯坦呢,就融流了23万的俄罗斯人, 这些人干嘛来的,都是为了逃避兵役的,而未来的话,或许呢,更多的俄罗斯妇女也会被紧离乡, 毕竟呢,能抓男的就能抓女的,而且呢,这抓的范围呢,估计又是像乌克兰那样,16到60岁, 这样一来呢,这俄罗斯还有不被抓兵的吗,毕竟呢,俄罗斯现在的平均寿命呢,是非常少, 非常低的,战争开始前呢,俄罗斯的平均寿命呢,是67岁, 这仗仗呢,一打,估计呢,连60岁都不见,都没有了,到俄罗斯呢,估计到时候呢, 雄爪六七十岁的老人,都是物以稀为贵了,而乌克兰呢,那就更惨了, 乌克兰现在呢,走了的,也未必多好,留下的呢,真是罪孽深重了, 要么被打死,要么被炸死,要么在这里头艰苦生活, 而且呢,还要当心,人家伊朗送来的,这发现者, 136的这个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,被人家轰炸了, 哎,没处说理去,那逃到国外的就好了嘛, 现在呢,至少有五百多万人呢,已经逃到俄罗斯境内, 这五百万呢,只是六月份的数字,现在呢,估计又加了多少, 这些人呢,一般呢,主要以俄族为主,另外呢,那些五族呢, 也是倾向于俄罗斯一方的,对俄罗斯呢,有感情的, 逃到俄罗斯日子好了嘛,据称呢,过的也就是难民营的日子, 而且很多呢,被强迫呢,要求进入呢,军工厂服工作, 而且呢,这工资都是相当低的,至少吧,还算是能活下来, 那至于进入欧洲的呢,欧洲的红灯区等着他们呢, 原来这个乌克兰是欧洲的子宫,那怎么理解,大家也都知道, 欧洲呢,像德国啊,荷兰这些发达国家呢, 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,老年人啊,男人啊, 雄欢作乐,找哪儿的人呢,就找波兰人,找乌克兰人, 罗马尼亚人,因为这里的收入非常低, 很多的妇女呢,都以出卖色效呢,为生, 而现在呢,乌克兰的妇女进入了欧洲, 当然了,有种种的慈善组织呢, 为他们帮助,给他们提供种种的便利, 但是呢,一些犯罪组织呢,也把目标盯向了他们, 毕竟呢,大量的这个女性进入他们这个行业, 能让他们呢,降低成本,增加收入, 另外,那些男的怎么样呢, 从欧洲呢,找工作, 应该也就是最苦最累的吧, 而且欧洲呢,因为最近的失业问题呢, 也对这些难民呢,多加攀剥, 不让他们呢,从事一些高端的工作, 即便呢,他们有职业能力,也不行, 那么他们只能做欧洲的铺路时, 为人家的底层服务, 做一些最辛劳的,收入最低的工作, 这还算是好的, 如果呢,遇上了犯罪集团, 将他们呢,人身控制住, 你以为呢,就泰国啊, 缅甸呢,割腰子,割肝啊, 欧洲也有的, 欧洲的那富人也挺多的, 他们可以去亚洲呢, 换这些脏器, 但是呢,相对而言, 他们更青睐白种人的脏器, 大家可想而知了, 怎么说呢, 一个没有国家的这个人呢, 那就是丧家之犬, 到那儿去呢, 就是任人宰割, 富人是这样, 穷人更是这样, 更何况是难民了, 这些一千多万, 或许呢, 有两千万的难民, 无论到俄罗斯, 无论到西欧, 无论到哪里头呢, 他们呢, 这难民身份都让他们呢, 难以过上正常的日子, 而且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, 当然, 他们还是信用的, 他们离开了乌克兰, 至少呢, 生命得到了保证, 而留在乌克兰的呢, 要么当炮灰, 要么为炮灰服务, 在这场呢, 好像没有尽头的战争中呢, 虚耗着自己的生命, 到最后战争能怎么样, 乌克兰最多呢, 拿下了这个四个州, 还有这个克里米亚, 但到那时候, 乌克兰还是乌克兰嘛, 或许呢, 到时候呢, 乌克兰的人口呢, 也就刚刚两千万吧, 绝对不可能多了, 只可能少, 在此之前呢, 乌克兰也是经历了, 长时期的人口负增长, 而经过这次打击呢, 年轻力壮的, 要么战死沙场, 要么逃亡海外, 战争结束了, 他们会回来吗, 会重建吗, 开玩笑, 欧洲现在呢, 这个基础产业呢, 非常非常的落后, 他们的这建设能力也很落后, 大家都说, 哎, 美国会帮助乌克兰重建的, 开玩笑, 奥巴马的时候, 就提出了美国呢, 重建基础设施的宏伟蓝图, 这个特朗普, 要搞一个边境墙, 拜登也有类似的计划, 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了, 因为美国现在没有那种强大的基建能力了, 他们已经把他们看家本事呢, 丢掉了, 欧洲呢, 一百年前呢, 这基建狂魔是属于欧洲的, 六七十年前呢, 基建能力最强的呢, 是美国, 而现在呢, 他们已经丢掉这老祖宗留下的本事了, 没有这个能力, 那基建能力最强的是谁呢, 帮助乌克兰重建国家嘛, 可能性是近乎于零的, 大家都会说, 一战有道威斯计划, 二战呢, 有马歇尔计划, 但那时候的美国产业过剩, 产能过剩, 他们急需呢, 要把过多余的这个资金啊, 产能啊, 投放到欧洲, 所以呢, 有了道威斯计划, 有了马歇尔计划, 但是现在呢, 美国只是美元过剩罢了, 他呢, 没有产能, 真的没有产能, 他呢, 呼吁制造业呢, 回流, 没有回流, 基础建设呢, 他更是差到了极点, 纽约的地铁呢, 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, 要翻修, 还没有翻修, 甚至呢, 地铁里头老鼠呢, 动不动呢, 就咬人, 里边呢, 没有无线信号等等等等, 这个大家都可能不会相信吧, 但这就是美国现在的, 实际情况没办法了, 一个巨人呢, 虽然还是巨人, 但是年轻的巨人和老麦的巨人, 不是一回事, 虽然呢, 美国曾经有全世界呢, 首屈一指的基础建设, 但是呢, 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呢, 这些基础建设呢, 已经早已破败, 需要整修, 需要维修, 需要呢, 更换, 但是美国呢, 没有这个能力, 没有这个资金, 也没有这个产能, 所以一拖再拖, 而美国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, 会呢, 跨过大西洋去帮助乌克兰吗, 哪怕战争呢, 结束, 留给乌克兰的, 应该也就是破败了, 当然了, 另一方面来说呢, 这乌克兰, 可能呢, 又能形成人类的自然保护区了, 毕竟呢, 人多了, 自然环境差了, 人少了, 自然环境就好了, 而俄罗斯未来, 或许又是另外一个乌克兰, 毕竟这个仗呢, 现在看俄罗斯状况呢, 还要打下去, 男兵现在争, 未来呢, 在争女兵, 人呢, 越来越少, 那么俄罗斯的问题越来越大, 少数民族呢, 闹一闹, 这个极端的右翼呢, 闹一闹, 反战的人呢, 再闹一闹, 到时候呢, 俄罗斯四分五裂, 或许呢, 世界呢, 也能稍微太平一点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